我們要穿著穀裝 在馬背上直接射箭 他又走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運動系列啦 然後大家看到我們今天旁邊 有一隻可愛的迷你馬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挑戰 非常的困難 就是我們要穿著穀裝 在馬背上直接射箭 台灣竟然有這種體驗 但光是你要自己有辦法操控馬 在馬圈這樣走來走去 我覺得就需要耗費很大的時間了 還要在馬上直接射箭 不知道今天這個挑戰 會不會成為很LotsUp的運動系列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先學射箭 然後射箭學完之後再學騎馬 最後呢我們就會換上古裝 然後直接到馬場裡面 開始射箭 那我們話不多說 就走吧 我要看好我要射哪裡 拉開就比 好 好 搞不好什麼事 一個順先 好 再一次 我也要 我也要這麼帥 背後拉右手 右手才能 右手才能 又這樣 這邊這邊 一個直接扣在這邊 你的肩就被扣住了 我們通常都是搭在弓的右手邊 好 然後瞄準的話是目標物的左下方 我們要射的時候前面推 後面拉放 後面拉 放 嗯 嗯 哈哈哈哈 西威斯史特隆 他的鍵是搭在這邊 要是這樣射 哦 這樣射感覺很帥 好 歡迎 放 對 齁 好帥喔 真的帥 可以耶 我已經學會了 跌距動作 你在馬背上要做這個動作 好 我都偏右耶 嘿咻 哈哈哈哈 把刀 把刀手掉了 手刀弄掉了 我們現在準備要開始訓練騎馬了 我記得我騎馬只有小時候 媽媽帶去遊樂園的時候 走了幾千騎馬 所以認真來說 我應該是沒有騎過馬的 很好奇等一下會變什麼樣子 他名字叫全家 全家 全家就是你家 我們還有萊爾夫人 哈哈哈哈 直接這樣踩嗎 對 直接上路 好 我要上樓 嘿 要緊張放鬆下來 你越緊張 馬就會感受到你的緊張 對 手刀下來 超輕鬆 嘿 先坐好回去 要酸一兩天的準備 第一次沒有 沒有抓過繩子 自己這樣騎耶 好好玩喔 嘿 嘿 嘿咻 嘿咻 呃 好痠喔 兩邊大腿後退 這樣喔 大腿你是退小腿 我要退大腿這樣 嗯 哈哈哈哈 肩膀不用後退 肩膀不用後退 我的筋好硬喔 這樣 我等一下把它弄 放下 一下你的耳朵 肩膀 屁股 腳後跟腿一直線 好 來用我這個方式 大腿後退 有沒有撐住的 喔 有一個筋住 有那個腳夾的地方 對 它會頂住 這樣推你多一點 多一點 好可怕 不可以耶 可以 當你不穩的時候 是用小腿 好 用力夾 可以 放 好 馬還沒動 不要用力 這個筋太硬 好難開喔 把眼睛弄在前方 不可怕嘛 不可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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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放掉 手臂伸開著畫很大的圈圈 可以 不會怎樣 繞了幾片以後 手臂開始有點痠軟 這樣等下怎麼射箭 好快點 來 兩隻手 嘿 這都不會怎樣 但是它如果再快一點 可能就會怎麼樣 拉下去摸馬的耳朵 沒問題 可以 兩隻手去摸耳朵 不好怕 超危險的啊 不會怎樣 不會 但是我的腰 拉拉拉 不會怎樣 對不對 喔 它睹到我的腰 往後躺下去 它走了 它 它要走了 好可怕 不會怎樣吧 喔 對 腹肌 腹肌非常的痠了 來 躺下去起來 伸手 好 如果妳也會怎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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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也不會怎樣對不對 有點累 人在馬背上的動作就是站起來坐下 站坐站坐 喔 叫打浪 好 那另外一個動作就是屁股黏在馬鞍上面 保持身體坐正 叫壓浪 壓力的壓 還浪的浪 好 那打浪跟壓浪的浪 是因為馬是斜對角的 互方用力往一左一右的往前推 那個一左一右往前推 我們稱之為浪 這就是馬的動作原理 好 我們一般射箭分那個分鐘 對凳抹球三種射 所以分作度我順著它這樣子 打前方叫分鬆 都是右手 只是轉這邊跟這邊的問題 好 我只有一個動作喔 就是屁股坐在馬鞍上面 跟著馬匹的那個 前後這樣 喔 嘴板 喔 就是一個動作而已 你在馬背上吃便當時 或者硬在後腿 你在馬背上吃便當 算說 更不用講說射箭啦 好 OK 真的變兩個耶 是不是兩疊拍了 對 把馬的肚子包起來 當穩定以後就要把力氣放掉 在馬背上碰到任何狀況 第一個動作一定是肩膀後腿 好 不要趴 嘿 嘿 嘿 應該沒有吧 是不是很甜的啊 嘿嘿 教練我這樣有幾分 這樣就一百啦 教練跟我說一百分 我想說喔 我超棒 結果他說 喔沒有 你跟幼稚園的小朋友差不多 不要連題的 我十分鐘叫一個 我十分鐘叫一個 呵呵呵 不管我們等一下要來血齒 好 好 好 已經穿上了這個超帥氣的古裝 有沒有回到古代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二度挑戰騎車了 穿上盔甲之後到底是上了buff還是debuff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件 第三件 第四件 最後一件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馬上騎車呢 就體驗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然後呢 我個人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體驗 你去哪裡你就 回來了回來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騎馬射箭的體驗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我個人覺得呢 是一個非常新奇 而且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個體驗 不會想到你有一天 可以騎著馬 然後在馬上這樣子直接射箭 根本不需要人家帶 你就是教你這樣子一個小時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馬上自己拿弓 拉弓 然後射出去 我覺得那個成就感呢 真的是一般體驗是體驗不到的 這個馬場呢 是在新竹瓊林的順義馬場 然後一個人的收費呢 大概就是2500到3000之間 我覺得還算是蠻划算的 很期待大家可以來體驗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 掰掰